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将在今晚落下帷幕 竹梦冰雪面向未来 赛场上每一位拼搏的运动员都值得我们喝彩 在他们背后有更多的冰雪人为之助力加油默默付出 沈阳体育学院教授曾任单板滑雪国家队总教练的王石安 从事冰雪运动教学研究及训练工作近50年 今天就让我们走近这位冰雪人 倾听他讲述祝梦到圆梦的冰雪人生 感受他的冰雪情缘 今年73岁的王石安 把48年的时间献给了中国冰雪运动 相对于夏季体育项目 中国冬季项目的发展更为曲折困难 从1980年中国运动员第一次踏上冬奥征途 到如今举办冬奥会 中国冰雪运动项目从无到有 成绩大幅提升 离不开像王石安这样的冰雪项目引进者付出的努力 场地器材服装冰刀都不具备那么 就是没有条件创造才能得上 上个世纪80年代的短道速滑 90年代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2002年的单板U型场地滑雪 每一个项目的引进都倾注了王石安太多的心血 让中国雪上项目不再孤军奋战 是王石安最初的冰雪梦 在92年的时候 雪山体验不就上这个项目了吗 当时在我们雪山体验的游泳池边上 深水区搭了一个脚手架的跳台 风大的时候 因为脚手架是有轻微晃动的 事实证明那个脚手架在初级阶段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从简陋的跳台到砖瓦结构跳台 我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从这里起飞 实现了中国雪上项目的冬奥金牌梦 这些项目的发展应该已经发展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和我们其实就算已经不一样了 但我相信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北京冬奥会对冰雪项目的良好影响 这些项目都会获得不断的发展 如今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冰雪运动 是王石安的新目标 也是他的冰雪梦中最浓重的色彩 对冰雪理念的认识 对健身方法的一种新的掌握 而且会增进全民的健康 这是最好的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后奥运时代 冰雪将会迎来一个大的发展 本台报道